为了让民众欣赏到难得的书法艺术作品 竹山新荣图书馆特别邀请到知名书法家张忠林老师前来布展 官方表示张忠林老师从10岁开始学习书法 经营书法育50年 不断磨练提升书法技术 退休之后已教导出众多优秀徒弟 官方表示张忠林老师一身热爱书法 而且又别于一般人 一直维持着兴趣从不间断临迟 深入探究毕生奉行以铁为师的信念 举凡甲骨文 经文 传 立 行 曹 凯 五不片林 融合大家之长 自批西径 读书一格 更难得的是 数十年来义务指导书法 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感知如疑 学生遍布南投 彰化两地 其创作相当丰富 功力深厚 堪称南投书法大家 张忠林老师自八十一年起 开始从事书法义务推广教学 深入学校以及社区 这拱囊作为代际 创立永济书法学会 义务投入书法教育 逃离满天下 同时培养书法教学师资 以扩大推广层面 并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活动 如今许多学员学有所成 虽以开支展业 但仍秉持义务付出的精神 默默为书法教育推广 尽一份心理 官方表示 张忠林老师 静寅书法逾五十年 展出作品多有体现 其能不断充实底蕴 开创新格局 展期从即日起到五月十五号为止 欢迎喜爱书法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一同体会书法之美 记者蔡世奇 祖山镇采访报道